大家都知道,儿童发育不全,免疫力差,生理特点之一就是疲尝不足,儿童脾胃疾化的发生率较高,另外,由于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,儿童营养破度产生的机制,导致孩子出现各种脾胃的情况,孩子饥食,会呕吐,口气重,收抬后,扁桃体肥大,要么便米,要么大便西藏,不成形,睡觉不堪视, 大睁眼,流口水,有些孩子还经常感冒,抵抗力差,对于儿童脾胃,家长们除了注意饮食调理,我建议家长们学着给孩子推拿健脾和食疗健脾,推拿健脾,孩子手上有四个骨皮包,一,骨皮筋,改善消化功能,继续,继续,继续宝宝的免疫力,皮筋位置,不至外特源,自己兼致去跟处,操作方法,操作者, 用拇指指腹,沿着宝宝拇指外侧,从指尖推向指根,反复推300到500次,二腔揉四横纹,调理小儿肝肌,四横纹位置,手掌面,食指至小指,四个手指的第一指尖关节横纹,操作方法,操作者,用拇指指尖,从宝宝的食指开始轻轻揉四横纹, 下一下,揉三下,逐个手指操作,共做三到五遍,三,顺应内八卦,调理腹肠,呕吐,内八卦位置,以手掌中心为圆心,以圆心之中指指跟横纹约二三处为半径,画一圆圈,八卦学籍的此圆圈上,操作方法,操作者用拇指面自前向看,运句最为一遍,在圆阵临时近情而过,操作一百次, 四,有板门,摆门学位置,在手掌大鱼技处,操作方法,操作者用拇指或食指,在宝宝的大鱼技处,揉一百次,十两肚皮,儿童八针高,黑米,糙米,金米,糯米个二百克,早生或者人生三十克,白竹三十克,腹链,五十克,一米五十到一百克,舌苔薄,五十克,舌苔厚,一百克, 莲子瘦五十克,腺酥五十克,山药五十克,白变豆三十克,大变干燥,用心人带气,先把这些药盐成粉末,再把糯米,大米盐成粉末,两只混合,把这些米粉或药末放入水中,装在一个鲜碟子里面,合成面,可以加一点白糖,蒸二十分钟后,就成了软软的米糕,蒸熟了以后冷却切成小块,烘干, 以便于存放,也可以直接把药膜放在水中捞成糊状,然后喝下去,有些孩子夏季容易长湿疹,也跟脾胃的好坏有关,皮组晕化,晕化功能不好,生气里的水分就排不出去,形成湿气,另外,夏季主题,潮湿的环境和洗冷的生活方式,更让湿气有了可乘之机, 把真高中,茯苓,伊米,现实等继位要擦,都有沥水出湿的作用,健皮的同时,也把湿气赶走了,孩子更轻松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